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场除了各乡镇农会乡镇公所推出的特产之外 还包括了民间栽种的有机蔬果 40多个摊位应有尽有 也可以当作春节的伴手礼 由国安林县政府及企业厂商 共同手资合作的大规模年卧市集 2月2号晚上正式启动 一连七天到2月8号的市集 40多个摊位有五花八门的年卧南北货 而现在有机无毒农于木产品 以及生鲜蔬果 最精选的农情伴手礼 还有春节应景的春连饰品 各式年菜 花莲咖啡 有机豆浆 蔬果等等应有尽有 而最古早的无患子肥皂也在其中 无患子的口 我也做肥皂用的 本来是本身就这个肥皂 今年初刚刚获得十大神农奖 殊荣的原住民夫妻 也在这一次的年卧大街 展示他们所栽种的新鲜蔬菜 栽种的过程虽然辛苦 能够获得神农殊荣也很值得 而另外花莲县今年首是举办的太平洋灯会 过年前夕花莲市集安乡 以及重要的路段还有商圈 将会有万展的灯笼 吊灯以及路灯的装饰灯会 今年的年卧大街不但集合了 花莲各乡镇的农会 所推出来的清选优质农特产品 花莲特色伴手礼盒 南北干货 应景村联 还有新鲜水果 欢迎乡亲们把握七年机会 到年卧市集采购年卧 以及花莲优质的农特产品 接着感到花莲市采访报道 有许多人选择到传统市场 或是年卧大街采买年卧 但是台东兰宇 雅美族男人 则是趁着天气放晴 到海边钓鱼 帮家里准备不用花钱 又新鲜的年菜 人手一只钓鱼杆 把鱼杆往前抛 等着月来上钩 蓝鱼雅美族的男人 不约而同 一起来海边钓鱼 蓝鱼已经下了两天的鱼 总算在三后一早 终于放晴了 族人趁着好天气 带着钓具去海边 有族人在外工作的 也趁着年假 前来钓鱼 并且顺便准备年菜 一群哲在蓝鱼 二月中旬 朝鱼祭时 不能钓鱼的传统规范 把握这段时间 每一个椒盐 都有三四位族人在垂钓 甚至在海浪区域 背着钓具来钓鱼 而族人对于钓鱼的区域 也要观察海况之后 才可以下竿 握紧手上的钓竿 眼睛注视着目标 等待以后 还有没有时间去钓鱼了 米饭茂以后才不能钓 就算米饭茂 有的部落会先讲好 钓鱼用钓钓钓鱼能不能 有部落长老去认定 族人表示 延续蓝鱼传统飞鱼文化 就是要永续利用自然资源 维护海洋生态的平衡 春节即将来到返乡族人 大批涌入 在年假期间 呼吁族人从事海边休闲活动 以及海上作业 还是要注意安全 以免发生危险 记者向马里达森 马耀台东兰语采访报道 喜欢吃东海岸白虾 或是想要订购的民众 您可能要失望了 因为占国内白虾产量 大约两成左右的东海岸白虾 量少 但是品质好 价格一向很不错 加上今年气候变化很大 价格更是创新高 一斤已经高达了300元 比去年上涨了5成左右 虽然涨价 但是买气仍然很旺 现在陈公正农会 已经宣布白虾缺货 陈公正沿海地区的养殖愚民 都是抽取太平洋的海水 养殖白虾 白虾的品质一直受到肯定 今年年初 东海岸白虾的价格更是创新纪录 一台金涨到300元 比去年高出近5成左右 原因可能是中国游客 到东海岸旅游人口增加 团体餐用到白虾的量大增 造成白虾还没来得及涨大 就被捞起来销售 市场需求量大 价格也就跟着涨 另外白虾养殖需要稳定的气候 但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冬季气候 高低温差却很大 这可能也是造成白虾产量 来不及赶上市场需求的原因之一 因为今年的气候 各方面都变化蛮大的 所以有一些地区 他们养殖并不是很顺利 量少价位高的白虾 在过年前造成餐厅业者产购风潮 现在成功证农会 已经宣布没有白虾可卖了 想要订购东海岸白虾当年菜的民众 恐怕要失望了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道 快过年了 如果您想要食补的话 您可能要了解一下 药材价格是否有波动 最近像是当归黄旗党森等药膳食材也涨价 外界就怀疑这一波中药材飙涨 跟卫生署中医药委员会 在去年八月严格抽验 大陆中药材有关系 因为数量减少 价格跟着变贵 而卫生署则反驳 认为进口数量是不减反增 来到中药店 想买个中药材补一补身体 不少人会发现 中药材已经悄悄上涨 以民众常用的黄旗来说 两个月前 等级一般的从350元涨到380元 等级较高的600公克 从550元涨到600元 而党生等级较好的一斤 从400元涨到650元 涨了约6到7成 针对这一波中药材价格的上涨 中药店说 中药材本来就有涨有跌 前阵子跌幅较大 最近因需求增加所以才会涨价 单位传会涨价与卫生署中药委员会 去年8月实施的中药材边境管理措施 也有关 因筛减过延而减少进货量 卫生署下午则反驳 表示供货量正常 中药材变贵了 对药顿排骨业者来说 当归价格一直涨 这两个月来 切片的当归一斤涨了约100元 如果反应在售价上 又担心客人不来 这能自行吸收 记者陈小青 陈信龙台北报道 周六除夕夜 民众准备要发红包 从今天开始 银行 邮局等全台457处 提供民众换新钞 今天一大早就有不少民众 前往排队换钱 现场又以100元的红色钞 最受欢迎 包括台银 土银 合库 第一银行 华银 张银 台气银 还有邮局 领贵 从今天开始都可以兑换新钞 全台可以兑换新钞 据点总共有457处 淘喜的红色百元新钞 每人线队100张 上限万元 如果民众无法在银行 上班时间换新钞的话 也可以利用ATM提领现钞 目前多数的ATM 都已经放入新钞了 来方便民众来领取 农历春节快到了 您还在为订不到火车票 伤脑筋吗 每到过年时候 火车票可以说是一票难求 加班车一开再开 乘客照样抢不到 现在台银打算推出补位置 什么叫补位置呢 简单来讲就是 没有买到票的乘客 上网填写订票需求 一旦出现所谓弃权票时 系统会自动直接帮您梅合 接着用简讯 还有电子邮件通知订票者 最快228假期上路 如果来不及的话 最晚应该会在清明节 或是端午节的时候推出 台铁月台上排满了 等候上车的民众 每逢春节或长假 台铁车票就一票难求 尤其是东部干线 及不少热门时段的自强号 更出现秒杀的情况 引起不少民众的抱怨 网路基本上太塞了 所以我们在订的时候 大概也是连20分钟 那个网页才进去 所以一进去基本上都没有票 我当时要订到台南的火车票 然后一直订不进去 就塞车 然后网路跑得很慢 就下午订的时候 其实票都已经没买关光了 台铁目前订票的做法是 除了现场购买外 民众在网路订票后 需在两天内付钱取票 一旦没有取票 座位会重新丢入订票系统贩售 而没有订到票的民众 就只能等这些弃权票 被丢入系统时再重新订票 不仅得多次熬夜上网等待 还不见得订得到票 为了避免民众因订票疲于奔命 台铁规划推出补位置 由系统主动媒合 台铁说订票网页系统改善 需要一段时间 加上还需要跟中华电信等相关订票单位 做深入的讨论 预计过完春节后才会开始修正 如果一次顺利 预计会在清明节或端午假期退出 记者 等一下带你来关心 就是内定行政院长江仪化 展开人事布局 经济部长金建会主委 确定分别由张家柱管中民接任 而江仪化表示 未来一两天将陆续公布 人事改组名单 新的一个人事不会拖到过年 新的一个人事不会拖到过年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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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們原地發生 歡迎收看原地發生 我是比思尼馬少 阿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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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 沒有啦,阿嬤,阿嬤 去大媽媽,你會發生,你會知道嗎 所以,甘巴拿去大,你會發生 我們要留下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講到一個 可能是我們的 我們的後代,我們是在我們這一代 在這裡借我們原地發生 保我們的心聲 告訴我們的政府 告訴我們的總統 我親以馬上來做一個 強而有的一個劫策 謝謝你們來參與 也謝謝我們這隻雞鞋的觀眾朋友 來參與我們討論 我們下次再會 老海出發來 有一些故事你還沒看見 有一種聲音你未曾聽見 原氏十六頻道將推出原住民紀錄片系列 原氏有請您與我們一起觀察不同的生活現場 尋找原住民影像生命力 歌手 Goo 我們終於經營直播 使成一陣子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翻開了 試一下 他屁股方便 這個猛 肌肉的線條 好爽 天啊 原始祝大家 新年快樂 和我們一起發布過年 行政院長陳聰還沒有內閣總辭 而內定行政院長江儀化已經展開了人事佈局 經濟部長 經建會主委 分別由張家柱還有管中民接任 最新一波的內閣人士出爐 經濟部長江由華航董事長張家柱兼任 而經濟建設委員會主委 江由政務委員管中民來兼任 傳出這次改組有所謂的交通幫說法 張一華上午親自出面駁斥 強調國家重要的閣員 需要的是通財 而不是單方面的專家 江一華並且表示 未來一兩天會將陸續公佈人事改組名單 新內閣人士不會拖到過年 而經建會主委確定 將由政務委員管中民接任 不過勞工團體還有外界 對他有一些疑慮 怎麼說呢 因為去年9月在基本工資審議會上 他力檔調漲月薪 讓很多人印象深刻 行政院政務委員管中民 確定接任經建會主委 但是勞工團體以他去年9月 在基本工資審議會上 力檔月薪調漲 還傳出給勞工掠蛋 未來連一粒米都沒有的發言 認為他接任經建會主委 將更進一步向財團傾斜 從管中民的過去發言歷史來看 勞工團體的擔憂多於期待 另外就是農民 對政府月開放大陸農產品進口 感到相當的不安 農民團體昨天號召簽名 農民重返凱刀抗議 爭糧食主權 所謂的糧食主權 意思就是指人民有權 自主決定自己的糧食 還有農業體系 而不危害其他人或是環境 但是我們看自己台灣糧食 自給率只有三成三 可以說是非常的低 現在又傳出美國瘦肉精豬肉 還有中國農產品 可能都會開放進口 農民就質疑政府 連最根本的土地都要毀壞 簡直是要滅農 用菜苗排出農民第一的英文字 農民再度重返凱刀抗議 來自苗栗灣寶的紅香 重回熟悉場景 不禁悲從中來 想起剛過世不久的丈夫 兩人每次北上都是來抗議土地被徵收 雖然灣寶的農地被保留下來 不過土地徵收卻從沒停歇 來自竹北的田首喜 已經遇過兩次徵收 現在租地種田還種出冠軍米 竟然又遇上第三次徵收 一甲地要兩億多 我何德何能有這個錢 來買這個地在那邊種 大部分的農民要逼到哪裡去 要逼到去死 農民跟民間團體痛逼政府 徵收土地是不是要毀滅農業根基 現在更傳出可能開放中國農產品 甚至美國瘦肉精豬肉進口 恐怕要重創臺灣農業 人民有自己糧食的決定權 我們不要把我們家的冰箱 我們不要把我們家的餐桌放在別人家 儘管農委會多次強調 現在中國農產品進口還在談判 而美國含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目前絕對不會開放 不過民間團體認為這種說法好像是 現在不會以後不保證 而臺灣糧食自給率只有33%這麼低 政府如果再繼續消極不作為 恐怕是在替臺灣農業安樂死 記者臺北報導 透過各部落青年會領袖對話還有交流 行政院原住民族文化園區還有 排灣族Sakinu成立的獵人學校 攜手合作在文化園區舉辦了2013年 排灣族青年領袖會議 希望能夠喚醒排灣族青年的族群認同 來自屏東台東各排灣族部落青年代表聚集在屏東原住民族文化園區 參與2013年排灣族青年領袖會議 這是由行政院原住民族文化園區 與成立獵人學校的排灣族Sakinu一同舉辦 希望透過各部落青年會會長的對話交流 打破區域的隔閡相互學習 接納與包容 我們唯有透過這樣子的方式聚在一起 彼此去互相認識理解了解 在意識上去傳達我們都叫做掰碗的意識 這次將近有20位左右的部落青年會會會長參與 一同分享成立部落青年會所面臨的狀況與經驗 並期望透過這一次交流的心得 帶回部落分享給更多青年 讓我們自己的年輕人可以體認到說 其實我們部落的生命是靠年輕人在撐起來的 所以來到這個聚會 我期待我們的這些弟弟們 能夠看到別人的部落別的青年會 是怎麼樣在經營自己的部落 把這個經驗帶回去 因為現在的環境它充斥的是網路世界 以及家庭教育的部章 那現在青年會這個過程 我們在運作的時候 常常會有家長記憶到 我們實質上是否有幫助到部落 部落青年們驚覺過去部分排灣族文化消失 加上現代文化對傳承的衝擊 除了喚醒當代排灣族青年投入部落事物 找回族群認同 也要讓部落青年們重新找回 在部落的角色與價值 接著歌色屏東馬家採訪報導 原鄉部落或是偏遠地區的孩子 在成長路上的確更需要關心還有肯定 像是長期關注原鄉教育的退休老師梁明輝 將他跟原住民孩子相處 30年來的點點滴滴 寫成了一本書 書名叫《原住民學生你好棒》 2月2號舉辦了新書法表會 要讓大家更了解原住民孩子的內心事件 深情地閉著雙眼唱歌 也讓在場的觀眾聽得如痴如醉 這位就是這場原住民學生你好棒 新書發表會作家主角的女兒 特地跟兄弟姐妹準備一首歌曲來向父親指引 也送上大大的擁抱 來自屏東馬家鄉嘉義村的排灣族梁明輝 在屏東舞台國小大五分校擔任教師六年多 這六年多看到原住民族的學生 是多麼的可愛天真活潑 不過坊間卻沒有一本介紹 原住民族學生美好的書籍 想要藉由書籍來扭轉過往 對於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 也給原住民族學生鼓勵 在這三十年當中 我發現原住民好可愛 好有智慧啊 這並不如我們一般人 所有的刻板印象 認為原住民學生是不是學業比較差 其實不對的 他們非常的聰明 發表會上還看到許多 梁明輝的學生 從大五國小分校 第一屆的學生也都來參與 每位學生都對梁明輝讚譽有加 並說老師有一種對原住民族學生 不放棄的精神 讓他們到初社會還在學習 老師這樣的精神 我們有能力也能夠像老師這樣子照顧 因為我們也曾經受過老師照顧 那我們有能力的話呢 也希望我們能夠去 繼續照顧我們相關的族群 或原住民的學生這樣子 那個不放棄的心吧 對他深深感動我 我會覺得是 感謝有老師認識老師 然後因為有他 我想原住民學生會越來越棒 這本書主要是寫給原住民族學生 閱讀的例子書籍 也適合家長 老師以及一般民眾閱讀 可以改變過去對原住民族學生的刻板印象 梁明輝老師分享了30年 在偏遠地區與原住民族學生相處的感人故事 記者安倫算賽 台北市採訪報導 台南市來自屏東馬家鄉 布桑阿蘭 希望兒童合唱團 昨天他們來到台北國立台灣博物館 讓更多人聽見他們的好聲音 因為今年5月 這群孩子將遠赴德國做音樂交流 因為經費不足 他們北上用歌聲感動人群 希望能夠幫他們圓夢 清脆響亮的歌聲唱出排灣族傳統歌曲 語音繞樑 悅耳東聽 一首溫馨曲調配上孩童的純金嗓音感動人心 這群孩子是來自屏東馬家鄉的巴桑阿蘭希望兒童合唱團 團員都是排灣族的孩子 三日來到了台北國立台灣博物館 要用歌聲來傳遞訊息 因為今年5月份 這群孩子將遠赴德國做音樂交流 不過這趟旅程並不容易 目前還在籌措經費 希望藉由北上機會用歌聲 讓更多人聽見來幫助孩子們圓夢 這一趟旅程是一個很艱巨的旅程 在偏鄉它的資源是非常有限 那孩子是沒辦法有那樣的資源 那麼很希望認為這樣的過程 能來讓孩子有不一樣的未來的人們 能來幫助孩子們能達成這個夢想 這群孩子們要將台灣排灣族歌謠語文化 用歌聲帶到國外 而能有這樣出國的機會 不僅是文化上的交流 也讓孩子們拓展視野 我覺得我去國外學到最多的是 就是像語言方面能力的東西 然後不管是跟他們對話 即使你只會一點點的英文 或者是一些比較其他的語言 可以把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給 傳給外面的人 目前合唱團已經有61萬的經費 不過還差120萬左右 希望大眾一同為孩子們加油 讓台灣最美的歌聲排灣族歌謠 要飄揚歐洲 是那一 你弄了 接著這段八號 台北市採訪報導 音樂無國界 所以當排灣鼓搖結合客家唸 還有馬蹄琴 會爆出怎樣的音樂火花呢 帶你來聽聽 昨天在台北原住民風味館 有一場排灣族人音樂分享會 悠揚的排灣族鼓搖來俗 透過詞曲創作人的吟唱 更顯出詞曲內的磅礡意境 不過令民眾驚艷的 不只有吟唱者的歌聲 馬頭琴與索納 並非排灣族群的傳統樂器 放上不同族群的樂器 竟譜出扣人心弦的樂章 這一場由知名的排灣族文化工作者 丹奈夫震洛所舉辦的音樂分享會 道出了牽動靈魂深處的關鍵 排灣族歌謠的親戚應該是誰 所以我其實我首先想到的是 排灣族隔壁的客家的所納 還有這個樂器 還有這個鼓琴 所以其實這個都會在音樂裡面去呈現 相信只要是樂器都有其連結性 甚至是客家族群的樂器 也可以成為排灣鼓搖的最佳夥伴 尤其搭上妻子馬夫的布農鼓搖 補出讓人讚嘆的音樂創新 台下觀眾驚喜不已 有聽到來自大自然的聲音 而且這種聲音啊 是要融合了整個韻韻 各種韻韻 讓我感覺到哇 真的是那種叫做有一種氣場 是整個被帶動了 非常非常的感動 真的就是美酒加咖啡 因為那個 因為可能是大午山跟這個玉山的連結 所以這個感覺感覺那個空氣啊 高山不勝寒 所以感覺在台北聽這個音樂 覺得很有新年新希望的感覺 難得一聽的音樂革命 場內觀眾讚不絕口 為了親自聆聽創作者的演出 分享會中不乏看見 原民界知名的政治家 學者與企業先進 前五古人的音樂創意 驚呼苛求的音樂傑作 造就了排灣族與布農族鼓搖 再創地玩般的價值 記者8656台北市採訪報導 有一名男子是蝸牛 竟然感染了腦膜炎 到醫院檢查 腦絲有蟲銀磅動 疾病管制局公布這是國內最新一例 廣東住血獻蟲 確定病例 稍後有詳細的報導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好 欢迎来下班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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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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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ривет 走 走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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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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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